女孩真是太惨了 只因生在了重男轻女的家庭 哥哥就从不把他当人看 不仅拿女孩的身体练拳击 还骑着他肆意凌辱 而无处求援的妹妹 只能在长期的忍耐下 变得越来越不懂得反抗 以至于他上学以后 很快就被校爸盯上 不但用刀片做陷阱 将女孩搁得全身是伤 而且见他屁都不敢放 更是在座椅上涂满屎尿 并逼着他坐下去 可即使这样 女孩仍就想着忍忍就好 殊不知这只是服从性测试 反正就是你越忍就越被欺负 果然放学后校爸又找了上来 直接一脚踩在他的头上 并要求女孩跪下叫爸爸 女孩实在叫不出口 只好切生生地求饶 但校爸却很是不满 抓起他的头发 就将他按到了麻烦之后 并不断地用脚按压 直至女孩彻底昏迷 校爸才结束了领悟 可这一系列的苦难 也让女孩产生了自杀的想法 他当准备咬舌自尽 就听见电脑突然大喊口下留人 并说女孩被选为了魔法少女 这谁能信啊 女孩也没有管他 只是中断了自杀的计划 却不想第二天上学 柜子里竟然多了把魔法枪 即使这样他也以为是恶作剧 并没有用他反抗校爸 于是他又被暴揍了一顿 可校爸却已经不满足于打人 他在跟班的建议下 请来了高年纪的学长 准备要了女孩的第一次 这可吓坏了女孩 他急忙推开学长 拼命地向外跑去 但学长却紧追不舍 女孩只好躲了起来 可地方就这么大 没多久就被学长找到 当即就要霸王硬上弓 女孩这才想起魔法枪 当即瞄准学长和校板 发动了魔法攻击 瞬间将两人转移到了铁轨之上 并刚好被路过的火车撞死 让他们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而之后的几天 女孩逐渐掌握了魔法武器 并利用空间转移的能力 将一直欺负他的哥哥 送进了男性集中营 让他也过上了被欺负的生活